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下 一款汽车销量就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重点 不得不说不少人在购买汽车的时候 会根据这款车的销量做出选择 而对于一些销量不好的车来说 即使滥用皮实 也很少有人问津 今天要说到的车就是宁木消图 从质量上来说 这款车的销量是不错 这款车还是很不错的 非常的耐用而且皮实 但是从销量上来看 这款车就显得有些惨淡 它的销量走低是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吗 确切地来说 它的外观看起来还是很大气的 有所保守也有所张扬 是其一直以来的风格 相比其他的车来说 宁木消图属于越看越赖看的车 中规中矩的设计还是值得认可的 类饰方面来看 这款车的布局设计都是非常合理的 消费者很难从这款车的类饰上 挑出什么毛病 唯一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 已能注目的亮点 但是它的实用是公认的 六个安全气量的配置 更加大大的增加了车子的安全性能 ESP车身稳定系统 也在这款车上得到安置 更有二段式的全开启大天窗 增加了人们的视野范围 为人们出行带来了好的体验 若是注重实用的人 一定会选择这款车 因为它的每一个配置都是很实用的 货生驾驶热言可见 动力方面也是值得夸奖的 免的又生细细发动机 和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都是不错的配置 驾驶起来根本不用担心动力问题 现在这款车的价格降到了9万元 可是即便如此 这款车也是少于人问津 这难道是和它合作伙伴的分水有关吗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等待的人们去探究 这样的一款实用车 销量走低实在是值得人们关注 链客 都相对应急